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是好久沒見不見好 一見面她就送大禮 就是她會進軍國際兼出英文專輯 身處美國的Vanus 今日舉行線上記者會 還率先播新歌Chill的MV片段 Vanus這次加盟新公司 還有Lady Gaga Justine Bieber 和Taylor Swift的師弟 真是威風的 接下來有沒有合作機會 我一直看待我 謝謝他們 然後很感恩他們 一直在旁邊支持我 然後鼓勵我 然後把我可能 我自己沒有看到的一些點 鼓勵出來 所以還挺感動 其實Vanus 都很久沒來過香港 過迷都很想念她 什麼時候可以見面 I wanted to go to Hong Kong I was planning to go to Hong Kong I was planning to go to Hong Kong But then COVID became really strict Then it was really hard to get into 因為我那時候其實 我的乾女兒跟乾兒子 都在香港嘛 本來要去看他們 她跟Jessica C 我本來想去看他們 但是疫情的關係後來沒辦法去 我一直想要進香港 看一下那個朋友們 但都沒辦法 So you have planning any Asia tour or like world tour Yeah I would love to I would love to If I'm able to But yeah I just have to see If COVID lets me 那自己有沒有聽過你的新歌 有沒有 有喔 我覺得他們都快聽命了 我每次 每次有任 我後來發現 因為我每次有任何的小改編的話 我都會先發給他們 放給他們聽 然後 這樣專輯也是一樣 所以他們也有在聽 乾女兒有沒有聽過呢 有喔 一邊聽一邊跳 契女兒如果圍全埋契 Yafanis的音樂天分 就真是文、武、藝術犯犯了